我們已經把這個可以讓它執行 並且RUN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這個程式怎麼寫的 基本上是錄製下來是Excel幫我們寫的 可是它寫完之後的東西基本上就放在開發人員裡面的聚集 可以用編輯 或者你直接開這個Visual Basic 那打開來之後的話基本上請各位慢慢要習慣就說 我這邊有寫一些東西我先把它這個先刪掉 因為這個是今天後面要的 第一個遇到的狀況就怎麼樣 這個字有點太小了 所以怎麼樣把字放大 這個可能要注意 不然的話有時候 這個解析度太高了 可能光看那個字就看得很辛苦 尤其你還有點老花的話 那更辛苦 所以建議的話你可以 字要放大 一請你在工具裡面選項 上方的工具選項 選項裡面的話點擊它之後的話 有個撰寫風格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請你把字 至少放大到12 或14 等等 那你看個人習慣 按確定之後 這個地方的字就放大了 看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如果你覺得12號字還是不夠的話 工具選項 一樣這個撰寫風格 把它稍微調大 因為有時候很多同學都沒有調這個字 然後就在那邊貼的 螢幕很近 這樣其實看起來也蠻傷眼睛的 而且其實螢幕現在有藍光 我不建議你長時間 一直盯著螢幕看 OK 好 第一個的話呢 先知道一下怎麼樣把那個 這個字的大小調大 之後如果 你要再寫VBA一樣 所以 那因為我們這邊的電腦會每次都還原 所以記得你每次來 就還要再調整 一次 不過這個好處啦 你可能 上完12週之後 應該你也不會忘記這功能 OK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們上個禮拜錄的動作基本上就是 比如說我錄製這個 其實它基本上就是三個 一優標放在這裡 那 在Excel裡面怎麼表達這個 這個意思呢 優標放這邊 好 那這個儲存格就是 12嘛 所以它會錄一個range 12點 之類的 第二個動作就是 油標放在上面 我把它打個勾 有沒有 OK 我先把它直進 好 油標放上面打個勾 這個是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是快點兩下 三個動作 那錄下來的東西基本上應該也會是這樣子 所以123 那我 特別注意喔 如果以後呢 我怕說我錄的動作忘記的話 那你第一個可以把上面這些單引號都拿 單引號是註解的意思 只要是單引號開頭都是註解 就是不會被執行 是寫給你看的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先 第一個動作 我就先前面先加一個單引號 第一個動作 游標 放在 12儲存格 所以我在打 後面的話自己打一下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所以這一行 他寫出來就是 Range 12 點 Slate 有沒有 就這一行 基本上 他 當然呢 如果說你有些VBA你不會寫 你也可以用錄製的 參考 然後把這一行放到你要放的程式裡面 也可以 所以有些地方 如果你VBA不會寫 你可以透過錄製 產生程式 也可以 搭配著用 所以喔 我覺得 這一點 對 完全不會寫程式來 是一個很好的功能 也是一個符音 因為其他語言 其他的程式 沒有這麼好 像Python的話 不會寫就不會寫 除非你自己去找書 做了Google 不然的話你找不到 但 VBA 他有好處可以錄製的 OK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動作是什麼 游標放在上面嘛 所以第二個動作 我們就加一個 第二個 然後 他就是 所以就錄製在這一行 那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 一個代引號 3 那一般我的習慣是寫這樣 OK 123 因為時間的關係 要打這一個 太多了 所以 基本上我在 講義裡面有 或者是說呢 你們到雲端 上面 可以找到 我之前 的東西 在這個 文字以下函數 程式嘛 然後呢 如果那個 程式我是已經有打上 當然你們將來那個註解 你可以寫給自己看的 所以 你不見得一定要打跟我一模一樣 你一直在這邊 好有沒有 在 這幾個 所以其實我就把它 Ctrl C 用這個來 來 這個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 放到這邊一下 這樣子 但是好像有幾 因為我們之前是用14 現在好像變12 所以把這個改了12 也可以 好 也就是說你 之前錄的跟之後 有點不太一樣 也沒關係 你可以再修改程式 OK 好 清除也是一樣 所以清除的話也會有123 三個步驟 所以呢 我這邊已經有做好了 所以我直接拿這個 直接拿這個來用 OK 所以 當然 特別注意 上面寫的那個註解 因為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 不見得一定要寫這樣子 反正你愛寫短一點 寫長一點 都沒有關係 因為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然後 游標放在12 所以改一個12 OK 然後向下 然後清除 OK 那以後的話 其實蠻多地方 大概就是 會有相同的程式 所以 如果你錄過一次 不用重錄 反正拿來 貼 不用重錄 就OK了 所以 你把它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那你一樣去執行它 應該也不會什麼錯啦 它也沒有影響 但是好處就是說 這個上面 會有你比較看得懂的東西 那未來如果隔一段時間 你回頭再來看你錄製的東西 你比較看得懂 如果你沒有寫註解的話 也許你一段時間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所以差別 我是覺得還蠻大的 所以你錄製完 你就不能說 錄完就算了 一定要記得 在上面加註解 OK 所以第1個 剛剛第1個字把它放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第2個的話呢 請你加註解 第3個的話 再來就了解 那個 我們的程式 到底放哪裡 所以我建議各位 慢慢習慣 這邊是可以拉過來 可以往下一點 那其實在 這個環境裡面 最重要的 包含有 3個面板 第1個面板 還是這個區塊 那這個區塊的東西 基本上 喔 好像上個也要講過 他會自己幫我放在模組裡面 所以呢 未來如果你不小心 把這個 叉叉 關 就是把這個 這個面板 關掉的話 那如果你要再開的話 記得喔 它是放哪裡呢 特別重要 它是放模組裡面的 這個 這個 點兩下 就打開了 OK喔 所以以後呢 關也沒有關係 下一次要開呢 就把這個點兩下 OK喔 那第2個的話呢 就是說 如果你不小心把這個關掉 這個叫屬性面板 其實暫時用不到了 除非做表單的時候會用到 先關 應該也沒關係 再來的話 但是有一個東西不能關 這個東西 如果你把它關掉的話 那就完了 為什麼 因為你就叫不出那東西 那怎麼辦 當然如果你把它關掉 又重開 它會恢復 它已經不會恢復了 所以怎麼辦呢 那東西的話 基本上 我有講到 上禮拜有提到嗎 沒有 有沒有 屬性 哪一個 其實用拆的應該可以拆得出來 檢視啦 跟正一下 檢視 那個東西 剛剛這個區塊的東西叫什麼 對 專案總管 對 這邊這個右下角 叫什麼 屬性 這邊有沒有屬 有屬性視窗 有沒有 這個是這一個 這個是這一個 那旁邊這個區塊呢 沒有 不過 你可以 其實它叫程式嘛 但你 一般是這樣 你只要把這個 最關鍵的就是 把 專案總管打開就可以 那這邊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把這個 就點兩下 它就打開了 OK所以慢慢要習慣 那個 Visual Basic的這個環境 你不小心關掉也沒關係 反正下一次的話 你就是再把 檢視裡面的 專案總管打開 那下面屬性 有個叫屬性視窗 暫時不開也沒關係 因為 這個目前我們表單之後才會用到 暫時不會用到 所以你暫時關它沒關係 開它沒關係 這樣就OK了 那 其實大體上應該這樣就OK了 不過 之前有同學是怎麼樣 他 可能特別無聊還怎麼樣 他習慣就是 上面這邊不是有個面板 然後他就很喜歡點住他不要放 往裡面拖拉放開 他就浮動在這上面 然後他就想說 這樣怎麼辦呢 就變成說浮動了 那變成說你要把它 然後再 回去的話 但你現在打開 他一樣可以開 可是變成說 整個面板就亂亂的 對不對 不過這個當然不是很重要 你平常沒事應該沒有人這樣用 他就說老師怎麼辦 我這樣浮在上面 感覺好像右左 要用左給我蓋住 用右然後感覺又怪怪的 跟你又不一樣 所以怎麼辦 後來我發現 有一招 就跟他講說 而且 在一般的書裡面也都沒提到 到底怎麼把它恢復呢 很簡單 請你把游標 這個箭頭有沒有 直到這一條線上面 最右邊這一條線 而且剛好要這一條線上 停住不要放 而且要停個一秒鐘 放開 回去了 而且你要放對地方 你不能說 你沒有在線 比如說這樣 假設你浮動在上面 你要拉回去 你放這邊也不行 放這邊也不行 放哪邊 一定要放在這一條 而且箭頭剛好直到這一條線 要放一秒鐘 放開 就回去了 有沒有 感覺好像一個機關 懂我意思嗎 如果不小心 你浮動了 那你就用這一招 但是其實 你也不用那麼辛苦 快一招 你浮動了 還有一個方法 更簡單 就是我後來又發現另外一招 更快的 就是上面 這個 這一個叫 叫做 狀態的Title 你就在這上面點兩下 快點兩下 回去了 有沒有 有看懂嗎 點兩下 快點兩下左鍵 而且要快點 點兩下 又回去了 OK 所以 不過這個應該暫時你們應該不會遇到 我再講一下 因為剛好之前有同學 玩一玩 玩到壞掉 壞掉沒有關係 反正 它是可以恢復的 OK 這樣的話 以後呢 我們就要利用它 去幫我們寫一些程式 所以待會 一把字放大 二加上註解 三的話 你可以 把這些通通關掉 沒關係 那記得 屬性的那個 專案總管打開 再把程式恢復 試試看 也不用怕把它 壞掉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至於那個要不要浮動面板 你就量力而為吧 你沒有事你就不要特別去浮動它 我只是說 如果你遇到那個狀況 可以有 剛剛兩個方法 可以讓它恢復 不怕